看不见的风气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自尽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北京故宫的昆宁宫在中国明朝与清朝时期 是皇后的寝宫 同时也是皇帝和皇后大婚的喜房 也就是俗话说的新婚洞房 作为皇后的正宫 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历史中 在昆宁宫成婚的皇帝与皇后 竟然都没能拥有圆满的婚姻 寓意安宁安康的昆宁宫 怎么会没有安宁的日子呢 中国明清时期 在紫禁城昆宁宫成婚的皇后 都有着悲惨的一生 从第一位在昆宁宫大婚的皇后开始 这些生活在紫禁城里的皇后们 就开始了悲惨的命运 第一位在昆宁宫大婚的皇后 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 朱祁镇的皇后 前皇后 朱祁镇八岁的时候 就继承了皇位 太皇太后早早地就为她选了一位 姓前的少女 成为朱祁镇的准皇后 七年以后 也就是公元1442年 前世被策略为皇后 明英宗与前皇后的婚礼 是明王朝有史以来 皇帝的第一次初婚仪式 而明英宗与前皇后 也成为了在昆宁宫大婚的 第一对夫妻 婚后的夫妻二人 生活还算美满 可是明朝的边疆 屡屡遭到惊犯 二十几岁的明英宗 千帅大军 御驾清征 讨伐敌军 让人没想到的是 明英宗徽师北上没多久 在京城苦等丈夫的前皇后 就得知了一个噩耗 这天 几位大臣 慌慌张张的闯进宫中 对着还在 秀女红的前皇后说 大事不好了 皇上被敌军抓走了 原来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战场上连续中了离军的轨迹 最终被俘 得知皇帝被俘的消息 前皇后心急如焚 日夜哭泣 明史后妃传中记载 明英宗被俘期间 前皇后夜哀气欲天 卷及卧地 笋一鼓 以哭泣复笋一目 原来心急如焚的前皇后日夜哭泣 甚至都哭瞎了一只眼睛 又因为长时间坐在昆明宫冰凉的地砖上哭泣 导致她一侧的大腿骨损伤 走路都十分困难 明英宗被俘虏以后 前皇后非常着急 她以为用钱财能够赎回来 就把宫中她能收取的钱财 都要送给瓦剌 送给野仙 实际野仙是把明英宗 当作一张正直牌来打 不是几个钱就能够赎回来 我们知道啊 宫中不能一日无骨 明英宗被俘以后 很快 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 他的弟弟呢 会记得 那就是历史上的锦太皇帝 这时候 也先一看 明朝有了新皇帝了 明英宗在他手里边 已经失去这个政治牌的地区了 于是把明英宗呢 就放了回来 回到紫禁城的朱祁镇 不但没有受到欢迎 竟然还被弟弟朱祁玉软禁了起来 至此 未受打击的朱祁镇 与残疾的前皇后相依为命 吃不饱穿不暖的朱祁镇 根本无人照顾 只有忠贞不二的前皇后 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 托人带出去变卖 以此换取一些生活用品 这对苦命夫妻一直就这么隐忍着生活 这一人就是七年 让人没想到的是 经历了七年的软禁之后 朱祁镇又重新夺回了皇位 可是早已经身心俱疲的朱祁镇 复卫八年以后就病逝了 留下了疯独残年的前皇后 前皇后是第一位坐着花轿 抬进昆宁宫的正宫皇后 一生中却连遭种种不幸 失去丈夫的前皇后 似乎成己 抑郁寡欢 离开了人世 第一位在昆宁宫成婚的皇后 命运就如此悲惨 而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崇祯皇帝的皇后 在昆宁宫自意身亡的故事 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明朝的皇后身世都这么悲惨 那么 清朝的皇后 在昆宁宫的生活能否有所转变呢 昆宁宫是皇后的正宫 可您知道吗 只有明朝的皇后才真正住在昆宁宫里 而清朝大多数皇后都是住在东西六宫 清朝的皇帝和皇后只是在大婚的那一天 在昆宁宫里住一夜 那么皇家的婚礼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 我们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光绪帝大婚典礼 宏当中就能够了解到 清代皇族婚礼的流程其实也并没有多么复杂 而记录中光绪皇帝的婚姻 也算是明清两代帝王中最不幸的一位 清代皇帝本来是在这个虚岁十四岁就可以结婚了 可是光绪皇帝他的婚事却是一拖再拖 结果到了十九岁才允许的那拉氏 而那拉氏又比他大三岁 这个那拉氏本来就是他不忠意的一个人 可是呢 在这个慈禧太后的权威下 他不得不取从取了 对不对 皇后 清光绪十四年的十二月十五日 也就是公元一八八九年的一月十六日的夜里 紫禁城突然烧起了大火 连太和殿前面的太和门也未引燃了 这一夜以后 太和门竟然全部被烧毁了 皇后大婚呢 要从南向北 依次进五座大门 那就是大清门 天安门 端门 五门 最后是太和门 大火呢 是阴历十二月十五日烧的 大婚定在了呢 正月二十七 这之间只有四十多天 要再修一座门呢 那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 但是不能没这个门呢 所以宫中的人呢 极度胜至 就在呢 太和门这个原址啊 用纸 扎了一座门 所以用纸扎的门 代替了原来的建筑 从光绪皇帝大婚图中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端庄雄伟的太和门 颜色 大小 形质 都与原来的太和门 一模一样 就连内庭宦官 都没能分辨出来 可见 扎彩工匠们 巧夺天宫的技术 光绪皇帝的大婚 是明清皇帝婚礼中 最隆重 声势最浩大的婚礼 可是 光绪皇帝的大婚 在历史上 被称为有名的四部悲剧 而这四部悲剧 有三件事 都与昆宁宫有关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四部 是吃长寿面不长寿 吃团圆扇不团圆 白子曼礼不生子 刺金如意不如意 而这四件事 有三件都是皇帝大婚时 在昆宁宫里完成的仪式 吃长寿面不长寿 说的是皇帝皇后 在大婚当日 在昆宁宫行和锦礼的时候 要吃一碗象征着健康长寿的面条 可是光绪皇帝只活了三十八年 皇后也只活到了四十六岁 吃团圆扇不团圆 说的是新婚第二天 皇帝与皇后在昆宁宫吃第一顿饭 名叫团圆扇 象征夫妻生活幸福圆满 光绪皇帝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妻子 不得宠的皇后 怎么还能期盼夫妻团圆呢 白子曼礼不生子 说的是在昆宁宫的洗床上 挂着一张绣了一百个样貌各异 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寓意清代皇室多子多福 整天忧心博士 婚姻生活也不幸福的光绪皇帝 直到死的那一天 也没能留下一位子嗣 昆宁宫原本是希望安宁太平 可是清朝入关以后的十位第一阵的皇后 却都没过上好日子 有的是不幸的早年一定没早睡 有的可能是处犯了皇帝 被错免了 废除了 还有的是皇帝早逝 他呢 手管了 有的呢 被打入冷宫 甚至自杀 这么看来啊 光绪的妻子 只是他们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 明清二十八位皇帝的第一位皇后 他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 他们期盼着 天员宫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安康 最终都没能实现 在非喜交织的命运中 祝福了他们短暂的一生 祝福了他们短暂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